四川一农妇淡下双头哪吒 无关可爱仰貌怪异 医生看到的第一眼不禁直呼造孽呀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奇怪的孩子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背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现在看到的是四川隋宁中心医院 就在几个小时前 一条重磅消息炸开了锅 其产房淡下了一个双头女婴 那造型与风神榜里描写的哪吒 几乎一模一样 一时间谣言四起 有人说这是鬼胎 会啃噬鲜血带来不详 然而在镜头前 两个小家伙却呆萌可爱 脸贴着脸正小心翼翼打亮着这个世界 然而另一头 他们的爸爸廖国君此刻早已懵逼 就连妇产医生也表示 干了这么多年 别说见了听都没听见过 只因为两个宝宝并非腹部相连 也非背部紧挨 而是共用一副身体 即便想人工分离都找不到下刀点 情急之下一声怒斥起了 这对不负责任的父母 孕检时就没发现吗 让孩子活遭罪 可谁想 廖国君却是满肚子委屈 原来早在怀孕六个月时 他曾带着妻子亲手推开了隋宁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大门 做完采钞后 医院负责任的告知 孕妇体内是单活胎 各项数据正常 听闻此话 全家人激动不已 当晚还出去聚餐庆祝 可谁料接下来的剧情比电影都离奇 又过了几个月 当夫妇俩来到市妇幼保健院时 必抄结果出来的那一刻 医生当场就愣住了 怎么两个头一个躯体 望着报告单上那行刺眼的文字 廖国君夫妇吓得险些瘫倒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你们一切坏了 怀着忐忑的心情 两人来到了更具权威的川大华西二院 结果显示体内胎儿异常 属于连体双胎 更要命的是 此时距离分娩仅剩七天 已经错过了最佳产前诊断时间 致已至此 丈夫廖国君忍痛做出了选择 保大吧 可谁料就在手术即将开始前 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四川一农妇 淡下双头哪吒 五官可爱 样貌怪异 医生看到的第一眼 不禁直呼 造孽呀 2011年5月4号 这天产妇包乔英 突然感觉肚子里翻江倒海 疼痛难忍 医生一查不要紧 竟然马上要生了 怀着复杂的心情 当天夜里9点05分 廖国君亲眼目睹媳妇被推进了产室 彼时门外早已挤满看热闹的人 产房内 医生护士更是如临大敌 忙得汗流浃背 10点04分 提哭声响着整个房间 一个双头女婴成功来到世上 她乖巧的长相 明晃晃的大眼睛 让众人不禁心生恋爱 电梯内初为人妇的廖国君 难掩兴奋掏出手机 向路人展示自己的天使 然而高兴劲过去后 却是一肚子的心酸和怨恨 就在这个双头女婴生下后不久 院方便已经告知了最坏情况 由于共用器官能存活下来的几率 微乎其微 镜头前 廖国君委屈道 这一切都是随宁第三人民医院造的孽 我要替老婆孩子讨回公道 但眼下最关键最迫切的 还是如何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小天使 另一头为了创造奇迹 中心医院特地成立专家组 集结全部精锐 一口气拿出了多套应对方案 然而现实比预料的还要残酷 经X光照射 女婴体内剩有两根脊柱 食道左心室全都是双份的 而其他重要器官却需要共用 由此产生的负担远超正常孩子 与此同时 廖国君夫妇俩也陷入了重重困境中 手术带来的巨额负债 早就压垮了这本就贫瘠的家 后续的康复治疗更是天文数字 更令人窒息的是 即便出院了 女儿该如何生活呢 顶着这样一副怪异的躯体 未来工作结婚该怎么办 可一想起那是自己的生命延续 夫妻俩还是硬着头皮 决定搏一把 四川一农妇 淡下双头哪吒 五官可爱 样貌怪异 医生看到的第一眼 不禁直呼 造孽呀 经过一番努力 小家伙的情况总算是稳住了 正当廖国君喜极而泣时 主治医生把他叫了过去 通知了一条噩耗 当想仅仅是保住了命 要想继续治疗 只能转去更大的医院 就在夫妇俩束手无策时 中心医院紧急联系了新桥医院 作为业内权威 这里有更加完备的设施和专家团队 在听闻了女孩的特殊情况后 新桥医院当即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待遇 不仅连夜花费183万 购买了先进仪器 而且还倾尽全力跑遍全国 组织了一支由22位顶尖专家构成的治疗小组 护士们更是三班倒24小时监护孩子的病情 一旦发生危险 马上展开抢救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小家伙的脸上渐渐有了活力 高兴时手脚也会不停地挥舞 出于感激 夫妇俩特地给两个姊妹 起名为欣欣和乔乔 这期间为了减少小两口的压力 院方甚至主动免去了一切治疗费用 然而该来的还是来了 2011年10月3日 最后一次抢救失败后 两姐妹最终还是告别了这个世界 为了感谢医护人员长期以来的努力 廖国军做了一项重大决定 把孩子的遗体捐给了新桥医院 希望能找到治疗办法 杜绝此类悲剧再度发生 回家后夫妇俩一直诉状 将肇事者随宁县第三人民医院告上了法庭 面对铁证如山 该院负责人表示 一切都是工作人员经验不足导致的 作为救死负伤的机构 他们一不会赖账 二不会逃跑 可谁料真到了赔钱时 麻烦发生了 因为治疗期间发生了转院 第三人民医院拒绝支付 夫妻俩在新桥医院的一切花费 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 不是你们误诊我女儿能遭这份罪吗 我们全家能落得这副下场吗 为了讨一个公道 廖国军特地找来了律师 而他要求的赔偿费用更是令人大跌眼镜 仅仅五万块 完全是出于良心 从没想过狮子大张口 2012年12月3号 隋宁市传山区人民法院做出审批 要求第三人民医院为自己的过失 赔偿原告廖国军包乔英 共计五万余元 结果一年过去了赔偿金遥遥无期 次年6月7号法院介入调解 最终赔偿款一减再减 直到变成一万块 院方才同意支付 这场闹剧才宣告落幕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